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就要跟我离婚 能向外言指导了那不得笑话这是我们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王先生35岁来自辽宁自由之业 吕女士24岁来自辽宁自由之业 今天是你要来是吧 对 是我要来的 如果他再不改变你就要离婚 对吧 对 结婚多久 结婚三年多 孩子多大 孩子两岁 这个怎么认识的呀 通过朋友认识的 我们两个聊得挺好的 所以说呢 就在一起了 当时他对我特别好啊 就比如说我想吃个小龙虾什么的 他都能去挺远的地方给我买来 然后给我送来 然后生病的时候 扎针啥的 他都能带着我去 所以说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啊 我遇到真命天子了 那时候叔叔还小嘛 我俩啊 然后在一起一年多的时候吧 他就提出想跟我结婚 我俩就跟家里人说了 家里人不同意啊 为啥 他毕竟比我大11岁 然后还离过婚待个孩子 所以说我家里人就不同意了 那他孩子多大呀 他孩子今年13了呗 男孩女孩 是个男孩 那跟你一起生活吧那大儿子 对 跟我妈和我爸拽下 然后家里人反对啊 他说我也挺喜欢 我就想嫁给他 然后我俩就偷偷地 就把个证给领了 行 就为了所谓的爱情呗 对 在一起之后呢 然后过了没多久嘛 就发现自己就怀孕了 然后这时候才敢跟家里人说 家里人也是没办法了 也就同意我俩在一起了呗 然后两家人就商量着嘛 他家里人就说 不给我办婚礼 他怎么不给你办婚礼呢 那当时那点不怀孕 你长得不伤 你和这一人 那婚礼就是别办了 你折腾玩肚礼 还有个宝货 那过得幸不幸福是咱俩的事 那婚礼人是没办一看的 行 就婚礼没办是吧 对 就没办 他家里人就是不想跟我办婚礼 我就觉得对我特别不公平嘛 然后她也跟我说 说我俩过得幸福就行了呗 过得幸福吗 反正结婚以后过得也不太好 生完孩子以后了 她啥都不管我了 就做饭洗衣服都是我自己 我做月子呢 我还要给她洗衣服做饭 那你作为一个女的的话 你做点家务什么的 我用外不很正常吗 那你也不能肿一点都不给我干 不帮我做吧 然后更过分的是 我出院这时候 她在家看着电视 然后还对我指手花脚的 我还自己带孩子 还要给她洗衣服做饭 这是为啥呢 我以为您去忙工作了 没时间顾不上 您看电视让人家伺候您干嘛的 那我回家了 我就看看电视什么的 那不也放手吗 我也乱乱到上班 然后更过分的是 她在她家孩子面前 对我指手花脚的 然后对我大吼大叫的 然后导致她家孩子 现在跟我也这样 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她孩子 关系促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她在她孩子面前 就对我指手花脚的 去你给我干点这 去你给我干点那 然后导致她 那孩子现在对我 也是这样的 有一次 我在带孩子呢嘛 然后她家孩子就说 我要喝水 我要切水果 我说你等一会儿 我说一会儿我给你弄 不行 我现在就要吃 那你说一个孩子 那小孩呢还几岁呀 那你咋不切 那让你倒点水果 不是 那你咋不切 我没来家吗 那你说要你切点水果 你说倒点水不很正常 你家里都是薄类呗 那你就给整打了呢 那我又不是不给她弄啊 她对我难道都没有一点 起码的尊重吗 我是她对长辈 对我大吼大叫啊 那一个小孩 有啥对你不尊重的呀 她就一点榜样都做不出来 她儿子就跟她学坏了 我就感觉我嫁给她 好像不是说 跟她去享受幸福去了 她好像娶我就相当于 娶了一个好骗的年轻的保姆一样 然后有一次我就生气了 我就带着我女儿 我就回娘家了 我就跟她说 我说咋离婚吧 我说不想跟你过来 我不想再伺候你们了 那你说就用这点事儿 你就要离婚 你让外人整个看的 怎么看的 不就婚前吗 不是骗到手就不管了吗 我没有不管了 结果她上我家去卸殷勤去了 那第二天我不去了吗 我不说了吗 我也给你赔礼道歉了 我说了 我说以后 不是 你没错 你赔啥礼道啥钱 她说我不上班了吗 那你上没上班 我上班了 但是我得慢慢找工作 我那工作也不是说 你上没上班 就是当时那点是没上班 那就没上班吧 你不要欺负人嘛 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 欺负完跑这儿 还不说一句实话 没上班你哪那么多压力啊 你在家里看电视你放松 然后她就跟我上我娘家来 一通谢一心 然后给我父母保证 我肯定以后不让她 再干几点家务活了 一手不让她审了 但是她跟我妈说的话 这话能信吗 然后我妈就劝我说 你回去吧 就毕竟说孩子还那么小 就让我回去 然后她也跟我说了 很多的软话 我就听我妈的屑了 然后我就跟她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回去之后 她又犯了 我跟她在一起三年多 她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我让她出去找工作 她还告诉我 她就不愿意找工作 那我不也一直在找工作吗 我不也努力找的吗 那我找工作 那也不是说展家台的 我不得说找一份 适合我的工作吗 啥工作适合你 我就是因为说 就是只要说我能干动的 就是不太累的就可以 啥累 啥轻松 你想干啥 就是我能干动的就可以 那啥活是你能干动的 这我跟她严谨的吗 她根本不是找工作 每次都是我拿离婚来 要挟她 然后她才出去 找那么两天工作 我要不说她了 她又回来又发了 那我不也找了一份工作吗 那中小人 我不也跟你讲 就我说去苏州 苏州那边工资稿 她是跟我说了 她找了一份工作 在苏州一个电竞场上班 说那边的工资 待遇都特别好 说要跟我一起去 到那边保证好好地工作 所以说我就同意了 和她一起去了 去了到那边以后呢 她投一个月的时候 表现得很好 就是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 我就以为 她可能是已经改过自习了呗 然后结果第二个月的时候 她就变样了 迟早找我推的来呢 然后还每天打游戏 在那个电竞场 我们俩一起上班嘛 我俩的那个岗位都不一样 后来有一次 同事就过来问我来了 说她去哪了 去她那岗位找她 她不在 然后我就去找 我就蛮长的里边找她 然后在厕所里打游戏 我喊着她也不理我 过来我没办法了 我才让同事给她拽出来的 那也有三迷 我去卫生间 那不也正常吗 上班卫生间 我站在那边上 我就打游戏 打了一会儿 比如把时间给打忘了 那我也不是有意义吧 那你说上班时间 不许去玩手机 你不知道吗 那后来呢 那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领导就非常生气 因为我们的订单 没按时交出嘛 然后就领导 就把她给开除了 该开 开除了之后呢 她又接着说 工作没了 就天天就不好好找工作了 那你干嘛呢 我还上班的 我找工作 我找没找 我不也努力再找人家 然后我就 我就跟她说 我说要不然的话 你说你也没工作了 你也不想好好找工作了 我说要不然咱俩活老家吧 她还不愿意 那我当然不同意了 不来那么长时间 你说也没赚好钱 我还在这边 我说我带床 然后我看看 看能有什么好的发展过 然后找了三个月 她还是没找到 合适的工作 那这三个月 靠什么生活呢 我上班了 我有工作呀 那我不每天 也在找工作吗 她找了三个月 她都没找到 一份合适的工作 她每天找到 都找出版轨 就告诉我说 我去找工作去了 然后有一次 她洗澡 她手机来了一条短信 我就看了一眼 结果是她朋友 给她发了一短信 告诉她说 不来打游戏 然后我就往上面反 结果她每天 都是出去打游戏去了 根本就不是找工作 你说我打游戏 我一天打两三个小时 我不是说 一天二十小时打 但是平常的时候 我也在找工作 我不得找个适合我的吗 我是真听不下去 你知道吧 你说她在苏州 她以前她也不是这样的 她也不沉迷于游戏 她就这样的 只是你没发现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让她把胡鹏狗友都杀了 如果说她不认识这些人 她也不可能沉迷于游戏 你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一生气 我就买高铁票又回家了 我直接我就注意她去了 我就没让她走 我到那个苏州高铁站 居然会注意她 你当然不能让她走 你让她走 你吃什么喝什么呀 你不得饿死呀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把原先打游戏的朋友 什么的 我都给删了 我说当她面 我也把那个 就是我那个游戏 我也给卸了 我说保证 我说以后我整天不玩了 我说我就跟她说 你要是如果整白了 就在的话 我那同事原先跟我说过 说那个天津那边 发展得挺好的 我说要不咱俩去那边 发展发展 就又来天津了是吧 对 怎么样到了天津之后 可好了 来天津以后了 你都不知道 我俩不就一起来了吗 来了没过多久 她又囊囊着 又要迟迟 又要补干了你说 那你说来了吧 就是天津这个地方吧 我因为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朋友给我介绍这个工作吧 我说实在也干不了 那个领班和经理吧 动不动没有事 老找展的小毛病 老发展的钱 我说实在也忍不了了 我说这活我真不想干了 我说我也不想让她了 那你来天津做什么 跟她一起上班啊 那她怎么能行 你就不行了 我觉得就是 她那个发展什么 就是找毛病玩 一天 就是说时间点也太长 我就实在我是真受不了 等人家干了几天 没有不干了是吧 是啊 她干了一段时间 就要超时辞职 要想不干嘛 她就是不想 好好地找工作 然后就想天天地 打游戏耗死打住 然后我就吹她 我让她 我说你出去找工作呀 她说没有合适的 那本来就是没有合适的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了 你知道吗 我就拖朋友啊 又拖这拖那的 我就给她找工作 你给她找到什么工作 找的快递 快递怎么了 快递我干不动 我去了 她那都是装卸车 那一个箱子都四五十斤 而且一人得装 一车到两车 我说属实我干不动的活 那你说你这 我也跟她说了 我说我真干不动 我说要不实在不行 我就跟着干点什么买卖吧 你说那你这也干不动 那也干不动你 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这么大人呢 然后呢 干买卖是吧 对 干买卖了吗 干了呀 啥买卖 开超市吗 哪来的本钱 自己有点 我俩自己有点嘛 然后家里人 你俩自己的钱 先给你拿点 是咋来的 就是你打工挣的呗 对 是咋俩原先就算你挣的 是人家打工挣的吧 咋俩咋俩的 你打了几天工啊 家里拿了多少 他父母给他拿了几万 我家里也给我拿了几万块钱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他开超市吗 我就找朋友给他盘店面呢 开了之后 刚开始的时候吧 他干的也挺好的 就几天 然后有一次我上班嘛 然后路过那个超市 然后看那个超市没开门 我就问旁边这商家啥的 我就问问呗 我说 哎呀 我说这超市怎么 今天没开呀 然后那商家跟我说 他都好几天都没来了 都以为说他不干了呢 我就挺生气的 你说他不想给别人打工 然后想自己创业 我就给他弄 然后结果弄成这样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干啥呢 我说超市不开呀 他特别理直气壮告诉我 说他在家睡觉呢 那我是来家睡觉 那我当时我说了吗 我说要你不干了 要你帮我 那我个人忙不过来 我也看不过来 上货什么货啊什么 那都是你定的 根本我什么都不明白 你让我怎么干呢 你说让我来帮你 我凭什么来帮着你呀 你自己说你自己要创业 我给你创业了 就是你说我怎么帮你 我还怎么相信你呀 前两次的工作 你干了几天呢 你就不干了 如果说我要是跟你一起 辞职的情况下的话 你这个超市要 这超市现在怎么样了 不干了 不干了 那好几万块钱呢 赔了 行 你说我要跟他一嘴吃之一 我不就跟他一起喝西北风呢 是是是 超市关了之后呢 我让他出去 他也不找工作 他不找工作就不找工作呗 一点家伙也不帮我干 然后我每天 我上班下班回来的时候 我还得自己洗衣服做饭 我还得给他洗衣服 我还得给他弄饭吃 然后就有一次 这个你也干不了啊 做饭你干不了是吗 能干了啊 那为什么不干啊 不赢了 他就是耗色染作 想打游戏 根本不想管我 不想帮我 嗯嗯 接着说 然后之后 之后有一次 我就给他洗衣服嘛 他有一个白色的衣服 就被我不小心给洗花了 然后他就对我大吼大叫的 又把衣服拐我脸上了 说啊 我这件家伙你都干不了 你能干啥 那本来就是嘛 那你说你洗衣裳 怎么能把我衣裳洗花 你为什么不洗啊 我跟你说 我真听不下去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不洗啊 你不是没事吧 那你在家里面做家务呗 他在外面挣钱也行啊 还把衣服拽你身上 啊 拽我脸上了 说我这件活都干不了 他在家他不挣钱吗 他不说 他还乱花钱 他看快手 看主播 还给你主播打赏 那不是 那是原先我就一代朋友 我那天刷朋友圈 我偶尔看到他了 我本身就有他微信 我问他 我说那你直播呢 然后他说啊 男主播女主播呀 女的呀 刷了多少 特别生气的就是 520的时候 他给人家转账 转了520块钱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姑娘 四五千吧 那是我借他的 又不是我转给他的呀 咱们之前就是印呢 他那天赶上有事 他说那个哥你借500块钱 我过去一张就还你 那我也没想多 我就直接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人家借500你为什么借520啊 那我就和你就是过节了嘛 账上过节那天我就赶上 我就转了520块钱 但我是借他的 不是你还跟他过啥呀 然后他就跟我说啊 他那是他以前认识的朋友 对呀 然后冲他借钱 那我当里面 我不想给他打电话 他没几下 给发微信 发语言 他不懂没几下 我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你以前那朋友啊 那要是万一说 你从快手上 随便刷了一个女主播 然后加微信 给你转的钱呢 更何况 你为什么要拿着我的钱 去给别的女人花呀 他这样对我 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这样对我 你说我跟他在一起三年多 一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我养的是他 他工作也不着 上进去也没有 游戏天天玩 那你还不带着孩子跑 你等什么呢 其实我就觉得吧 他娶我吧 不是说娶老婆呢 就娶了一个年轻 好骗的保姆 让我来伺候他 现在不仅仅是保姆啊 所以说我不想伺候他了嘛 那你为啥不跑啊 然后我就今天来 我就想跟他说嘛 如果说他要有一点改变的话 他改不了了 如果说他一点改变都没有的话 我就不想跟他再在一起了 三十多岁他改什么呀 他可能那么多年 就是那么混过来的吧 那你那儿子 就是你父母带呗 对不对 对 那儿子的这个生活费 谁给啊 我给 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上班啊 你上过啥班啊 就是打零耍什么的 你什么时候打过零短啊 我就没听你挣过几分钱啊 那你闺女儿的钱谁给啊 两头爹妈给 连那个我我我儿她给 也就是说你儿子恐怕也是你爹妈在养吧 对 儿子是爷爷奶奶养 闺女儿是姥姥姥爷家爷爷奶奶养 你现在闺你媳妇养 日子算得挺轻啊 你第一次为什么离婚啊 因为性格不合 就是因为你懒惰吧 我就因为性格不合 咱俩才疯了 你那会儿做的什么工作呀 那是干过地摊烧烤 和炸串什么也干过 那你那会儿为什么能那么勤劳啊 那你就欺负人这姑娘呗 所以我能信你吗 你这太欺负这姑娘了吧 就骗到手了 你对人好点不行吗 你这也是你让我们说啥 就还指望 算了 可能他会觉得老师们有灵丹妙药 能够帮他把先生给治好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温泉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能相信这个男人这张破嘴 很显然 你是把妻子的龙人 当作自己不要脸的资本 你是一个做丈夫 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这是需要有责任和担当的 你担了没有 当了没有 你配不配 天下的男人都有肩膀 要挑得起风雨 挑得起生活的重负 你挑得起没有 你挑了没有 你配不配 自从他把你骗到手以后 你坐月子 还让你给他做饭 洗衣服开始 我就断言这个男人 要欺负你到底了 你说的对 因为你年轻好骗 他不仅仅是一个懒得问题 他是一个品德品质问题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 不好好工作被开除 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这么辛苦 老人把养老钱都拿出来 给你开超市 你在家里睡大觉 如果他今天15岁 我们说他未成年 我们要引导教育 他今天35岁 还有两个孩子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男人 我和你说 他今天哪怕在这里 如何的说自己痛改前非 如何的发誓 都是苍白的 没用的 唯一能救他的就是你 怎么救 离他而去 带好孩子 我想这才是可能 能救得了这个男人的 唯一的办法 好不好 走 最好的办法 也是救他的办法 明白吗 明白 谢谢余老师 哎呀 这个姑娘一会儿你要是真的从这个门里再走出来 以后这个男人再怎么好吃懒做 再怎么对你大喊小叫的 你不要有一句抱怨 因为这种生活是你自己选择的 没有人会为你负责任 三年的时间啊 这个男人的里里外外 这个品质你 你其实都已经了解的透透的了 你还存在什么幻想 一个男人35岁 没有技能 不愿意出力 最可怕的是好吃懒做 然后呢 拿着媳妇的钱还出去大手大脚 你还指望这个男人能够改头换面 给你一个美好的前景 你觉得可能吗 你刚才说自己是保姆 哪个保姆会自己挣钱 还得养活一家人呢 哪有这种啊 真的 我觉得现在你还年轻 赶紧抱着孩子回家找爸妈去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犯过错误 但千万别害怕说 我犯了错误 我就要熬下去 人其实真正的成长 是学会给自己纠错 错了从头再来 你一个月挣四五千块钱 你还养不了自己和闺女吗 你改变不了她 那唯一的就是别让她 把你和孩子拖到深渊里 好好考虑一下 为了女儿的成长 为了女儿的将来 你得负责任 好不好 谢谢苏老师 很明显姑娘上当了 你以为奔着一场爱情来了 结果她是一个骗子 你懒吗 不懒 不懒 没药可救了 骗你去领了结婚证 对吧 你是冲动 她是蓄谋依旧 然后领了证之后 就不办婚礼了 她自己发现 你挺好糊弄 不办婚礼也没所谓 你还能养着我 你看她能离开你吗 她不能 离开你 她吃谁的喝谁的 只有你在一次一次上当之后 你还说 如果她不改变 我就要离开她 错了 先离开 然后看她有没有可能改变 大概率是没有 你千万别信她 你分开之后 她就去求你了 去献殷勤了 千万不要 看她的行动 先找份工作自己 然后给家里 给孩子 尽到父亲的义务 你可能做不出 马上离婚的决定 但是至少可以先离开她 让她知道 你已经不再这么惯着了 你已经觉醒了 你已经不糊涂了 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我更多的 我听到你说话 一点没有阳光 一点没有鼓气 整个音调就是平的 听着就累 你现在一点没有力量的人 他当然欺负你了 明白吗 不许出来 你啊 我就懒得跟你交流了 你要有点脸 你也别出来 什么时候你能够和她相见 就什么时候你有工作了 你往家里汇款了 能够尽当一点父亲的责任了 你才有脸出现在她面前 几位老师说的特别好 我特别赞同 真的 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这不就吃定像你这样的姑娘吗 好骗 好好啊 给口吃了就好 稍微几句甜言蜜 立刻就被骗走 骗走之后呢 马上就各种道德标准 要套你身上 以家为重 以婚姻为重 以孩子为重 重什么呀 她配吗 姑娘你别哭 你没什么可哭的 事到如今有什么可哭的 我跟你讲 就是犯了错 你就认错 挨了打你就站好 今天你就错了 错了怎么办 错了就认错嘛 我今天身上我长一烂窗 我就把它割了不就完了吗 现在你不就是要自救吗 这有什么好哭的 现在就很简单 你出不出来 对我来说都行 你要出来跟他回家 少下一个牺牲品 你今天进去了 不出来 至少你不再做这个牺牲品 你的孩子不遭罪了 你自己选 就这样 没啥呀 姑娘 就是人都会犯错 你总得面对呀 赶紧带着孩子走就是了 他都这样了 他都不能一心一意地对你 拿着你的钱 去勾别的女人 这还受得了吗 你也别出来了好不好 大兄弟 咱有点男人的尊严 什么时候变好了 咱们再说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愿意把你闺女 嫁给你这样的男人吗 你就告诉我就行了 不愿意 如果你闺女 嫁给这么一个男人 你做爹的知道了 你会怎么对那个男人 我会把我女儿带着 不然跟她在一起 为啥 因为我觉得过得不幸福 就是我女儿跟她来一起烧水 我就不想 听见了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堂 其实就是我有做的吧 有什么也不好 我也想努力 就是有时候不知道 怎么去讨好你 我也不知道 我是该怎么说 反正我就是 就是以后对你能更好 就是我可以改 我什么都可以改 就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一次 你说你一而再再而煞你再压 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觉得你根本就拿我 像一个老妈子一样 我我还是想说 考虑考虑吧 我不想说 我还是想让我自己考虑考虑 我希望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别将那些无谓的创伤 放在心上 兄弟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这气得什么都不想说了已经 就这还有什么考 来 请开门开门 一个儿子一个闺女 你就替这两个孩子想想 好好地去工作吧 然后再说其他的吧 我一定敢有 改不改那是你的事 要改早改了 想想那两个孩子的话 希望你们改吧 谢谢 这就是内心特别的无奈 特别想说一段吧 就是电视机前很多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 如果你不去考虑这个人 曾经经历了一些事情 你只看中了他对你得好 那你的爱情就太廉价了 所以我们做独立的人 不要把爱情当成生活的全部 这样你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人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总是以双重标准来对待我 说要独立 却老是侵犯我的隐私 是他没有把握好工作和交友的尺度 我觉得这是正常反应 他还表面上打着AA制的口号 实则却是小气抠操 我只是节约节省而已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徐26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 有请 小周26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 有请 欢迎老妹啊 谈了多久了 一年 女生今天主要是来评礼是吧 她有听她们说 对啊 我觉得跟她在一块 很多事情在一起之后 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她有点双标 对她自己呢 有点宽容 对我就有点严格 就比如说 她在我们的爱情里面 宣导着我们要纯粹的爱情 独立 但是结果她还是翻开我的手机 并且还要求我删除 我微信里面的男性 我觉得这有点太侵犯我的生活了 我觉得我做的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都在她那里 因为她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异性朋友 然后在网上也有 就拿网上来说 她在游戏里做陪玩 有一天我就看见她和她那个男网友 发了一些暧昧的信息 那个男网友就对她做宝贝 我当时就非常的生气 我就要求她把那个男网友删掉 她背弹不删 她还和我吵起来 这让我非常的失望 做陪玩她是一个兼职 她一直都是知道的 我可以通过上面实现一点收入 对我们两个以后生活也可以好一点 那个男生算是我的客户 确实可能对我有点 指向性的意思 但是我并没有同意 明确地拒绝过 这个她也是知道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让我有点生气 她让我直接把她删除 那我怎么能随便删除我的客户呢 行 这是你认为侵犯你的隐私 干涉你的生活 是吧 男生说不管是在网络里 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异性朋友都比较多 这是讲了在网络里是吧 对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异性朋友吗 就是有一次一整天联系她 她都没有回我消息 直到最后我打电话 她才告诉我 她和她一个朋友出去吃饭 然后她那个朋友 给她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她回来还告诉我 她分明就是没有把我放眼里 首先我跟她在一块 我们的亲密的朋友 都知道我有男朋友 其次上次叫我去吃饭 那个朋友是刚刚认识的 她并不知道我是不是单身 我们吃饭 几个男男女女的 她问我对面那个男生怎么样 我当时就拒绝了 回来我就跟她说这个事 结果她就非常的生气 我肯定是把这个事情当做玩笑 当做一件事情再跟你说呀 如果真的有什么 我为什么还要跟你说 我又不是缺心眼 那还有一件事呢 你从来没有在你的亲人 和朋友面前介绍过我 而我的亲人和朋友 你早已经都认识了 我这算什么是摆设吗 怎么就是摆设呢 那你自己不也说 要纯粹的恋爱吗 我想着我们也没有谈婚论嫁呀 而且我也不是特意地去隐瞒 我没必要走在外面 拿个白条写在我老门上 我有男友吧 男生等于要求公开 没被公开是吧 其实我跟他身边的 共同好友 或者说我的玩得 特别好的闺蜜 都知道我有男朋友 那你要求啥呢 不都知道吗 就没有见他家人 家人这个事情 我觉得谈婚论嫁的时候 可以提啊 现在提得很太早了吧 而且是这样啊 主持人 我今天过来呢 还有一个事情 其实刚在一块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们要AA制 其实我当时一听 我就觉得挺受不了的 怎么要AA呢 我以前的男朋友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AA 可是我想一下 每个人有自己的消费观 我也AA得起这个钱 我跟他在一块 我也不是图他的钱 那我就同意了 我说没有问题 那就AA 他跟我AA过很多件事 其中有一件事 最让我受不了的 就那次我们去武汉 去兼职 是两天的时间 工作完之后 我们就去当旅游嘛 那时候挺开心的 去了黄鹤楼啊 武汉大学啊 还吃了一些好吃的 热干面啊 结果一回到长沙 他就跟我说 要算账 那我就想啊 他是不是在跟我旅游 看这些风景的同时 他是不是就在想 这个门票多少钱 到时候怎么AA 这个车票多少钱 到时候怎么AA 我觉得这也太让人寒心了吧 然后确实算下来之后 我确实就是比他少 少转了一百多块 然后我就把那个转账给他了 结果没想到 他就真的收了 我觉得AA制没有什么问题啊 现在很多情侣都AA制 而且在一个纯粹的爱情里 AA制也可以为以后减少 无必要的那种经济纠纷嘛 啥经济纠纷呢 什么叫纯粹的爱情 上来给我两个概念就整蒙了 咱们先把纯粹爱情 界定一下好不好 你们要说要谈的纯粹爱情 指的是什么呀 他所认为的纯粹爱情 是我们没有经济上面的来往 然后亲密的朋友 知道就行了 就也没有必要 什么发朋友圈啊 大肆地公开就没有这个必要 明白 所以你会觉得说你是按照这个 他提的要求在遵循是吧 对啊 那其实你心里不舒服 你可以跟他说嘛 你说哎呀 我这确实心里不舒服 你是不是跟我去玩的时候 就还在算钱 你跟他说不就完了吗 对啊 我跟他说过啊 但是我真用他的钱了吧 我又怕他觉得我图他钱 我真不是图这个 打比方上次 我叫他打个车来接我 他就打车过来 结果我一到那里 他跟我说 要我付这个打车钱 那我就觉得你当时那样子讲 就有点太伤感情了 首先是你叫我打车来 我觉得你出这个打车钱 也没有什么忘 比如说上次你请我吃一顿饭 这次我请你 我觉得这很合理啊 打车是A呢 还是你出 我出 因为他认为那个车 是因为我才叫的 理解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他不是 理解 他不是A 他就是抠 他有一次跟我去吃饭 真的就好不容易请我吃顿饭 然后结账的时候 他上那个前台 跟那服务员炒半小时 为啥 他说 那服务员没有跟我说 那桌面上纸巾 纸盒要两块钱啊 我说你两块钱 两块钱吧 你用了是吧 那你没用完了 你可以带回去用 我觉得也没什么 没必要因为两块钱 在大廷广场 就在跟他炒那么久吧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 是那服务员的问题 他一开始也没有说清楚 而且他那个纸分量也很少 现在在网上买纸的话 做活动 一块钱可以买14卷 两块钱可以买28卷 你说你是不是扣啊 你就是扣 人家这叫会过 不叫扣啊 你得明示啊 消费要明示 是吧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不过你一个小男生 把日子过得这么细 也比较少见啊 那你生活中那些小事怎么说呢 就有一次我白天上他家玩 然后都不让我开空调 那就没让你开空调 不是开了一天吗 那叫开一天 你开个十分钟 把空调关了 一个小时之后再开 到晚上到家之后 还跟我说 今天白天开空调 花了多少多少钱 那我觉得那几块钱 你有必要吗 你知道现在 开一晚上空调多耗电吗 一晚上就五块钱 是 所以你就大白天 那长沙三十七八度 拉着我出去 去那商场 蹭那些免费的空调 有时候我真的是 走都不想走了 他就非得要拉着我走 而且他是那种 能够走路 就绝对不坐公交 能坐公交 绝对不坐地铁的人 我觉得那几块钱 太委屈自己了吧 地铁起步价两块钱 公交一块四 可以从首站坐到末站 我们都是打工的 这差价不就省菜了吗 而且我一个月 挣的也不多呀 你挣的比我多 你不得体谅一下我 那我也有我的压力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还要每个月还房贷 我也没像你这么抠吧 我抠也没抠你的钱呀 我节省的是我自己的钱 你的钱该怎么花怎么花呀 所以这就是他所说的独立 他所说的纯粹的恋爱 听明白了 叫经济不合流 朋友不合流 家庭不合流 只有我们俩合 是这意思吧 是 这叫纯粹恋爱 其实刚才在一起的时候 我怕他在意 我做陪伴这份工作 我特意把我大多数的时间 留着去做别的兼职 结果在一起之后 把他跟我提AA 那我如果我不跟他AA 就感觉我涂他的钱 行 我听明白了 我问一下你陪玩是游戏陪玩 还是什么陪玩 游戏 就是在游戏上陪人打游戏是吧 对 就只是游戏 好 你今天来啥意思 我今天来 我是还是想挽留他 那以后能不AA了吗 或者说咱们适当AA 大钱AA 小钱不AA 可以可以 行 喜欢他什么呀 我觉得他比较善良嘛 尊老爱有这些传统美德 他基本上都有 就评价还挺高的是吧 对 我在想 他在这里这么好的答应你吗 回去真的不跟我AA了吗 不是 他要跟你AA 你就跟他继续嘛 这是我好奇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要不跟你AA了 你还要跟他继续是吗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我主要还是想诉求 他所说的独立 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 对吧 做陪玩也算是我的一份兼职 我就觉得他这样子对我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把我的工作再去搁置 所以我希望他 不要再去介意我 做的这份职业 好 听明白了 有条件地继续 对吧 接下来我想问个问题 做陪玩当然没问题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你的客户会有一些 越线的举动 你处理得好嘛 其实这是他操心的 对吧 对 对 在微信上叫我宝贝的那个人 他就是叫过之后 后面我就搬出来 我有男朋友这件事情 他就没有再做过那种举动了 行 女生其实现在就是 在这段感情里面 面临一个两难嘛 既喜欢 但是你发现 你要跟他继续的话 可能你现在最挣钱的职业 你做不了了 对吧 因为做就会有冲突 这是其一嘛 其二就是发现 男生所谓口口声声 我们所说的这个AA 可能做得比较过分 你觉得这不是要求经济独立 而是在抠门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男友 你也不知道要不要继续 是这意思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 我感觉你们两个人的恋爱 谈得有点累 也谈得有点严肃 确实 节俭是美德 科门斯小气 但我个人认为 男生他精打细算 他认为钱就要花在 值得花的地方 要花在有价值的地方 这难道不应该尊重吗 另外 刚才讲到 你去翻看他的手机 当然不对 但是 你的这个所谓的客户 你刚才也说了 他对你是有指向性的 感情诉求的 你认为我不能 损失这个客户 但是 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 这件事情对他可能产生的伤害 三个微信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可能 这个客户没了 你该如何选 有句话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你们两个人考量一下 两个人是不是在 同频共振的一条道上 有没有可能 我们把爱情 谈得轻松一点 浪漫一点 甚至有时候 我们大家包容一点 如果做不到 那这样累的爱情 就不要再谈了 因为他会累得很痛苦 谢谢波红兄 我问一下小周 你跟他在一起快乐吗 挺快乐的 你跟他在一起 哪些方面很快乐 你能跟我描述一下吗 因为我们整场听的 都是在算账 有时候我工作特别忙 我不是厂商人 但是在厂商工作了好几年了 有时候下班回到家 我就觉得没有人跟我说话 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特别乐观 然后会跟我语音聊天 每天都会 就是无论我什么情况 他都会跟我聊天 陪着我 而且有时候我下班到家 他也会跟我说一些 网络上面的段子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听过的 我就觉得特别有趣 所以我喜欢跟他在一块 挺轻松的 就不会想到自己 有那么大压力 因为我本身自己在长沙 买了一套房 然后有点房贷压力 也想帮父母 想照顾好父母 其实我个人压力 还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块 就不会想这些事情 很轻松 但是我说一点我的担忧 因为我刚才 从你的描述当中 我觉得你只是找了一个 可以聊天的话友而已 我首先我看到这个男生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是觉得 怎么说呢 有点杀风景 谈恋爱 二十多岁的孩子 这个花钱月下 你浓我浓的时候 突然来一句说 你还欠我一百块钱呢 你会觉得 瞬间那个场景就塌了 对啊 那种浪漫 就觉得 哎呀怎么会这样 这样的恋爱 只要是一个女人 都会觉得很闹心 对啊 挺扫兴的 对就是很败性 然后第二点 其实这点会让我更担忧 一个男生真的 把账算得那么精细 把自己的利益 保护得那么结实 是不是说明 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 然后我真的现在 在怀疑我们这个小帅哥 他真的就是 只爱他自己 因为刚才你描述了 一个场景 我觉得很担忧啊 就是他说 能走路绝不坐公交车 然后能坐公交车 绝对不坐地铁 情愿让女朋友溜着 咱也不花两块钱 去坐公交车去 一个真的爱你 一辈子对你好的男人 会以节俭为借口 让你这样吗 我是觉得姑娘 就是我们可能 有些感情啊 叫境遇性的爱情 就是我们到了一个 特定的环境下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在旅途中 很容易发生感情 有些时候到了异乡 很容易被某个人吸引 那不是说这个人 是对的人 而是我们在那种 特殊的环境下 我们的心理需求 是需要一段感情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 这个人出现了 他给了你一点温暖 你就觉得那个人就是对的 好好考虑一下 是不是自己在这种 特殊的环境和人生阶段 就会有一些某些需求 而这种需求 从长远的自己的人生来看 不一定是对自己更有保障 你好好考虑一下 好吧 谢谢苏老师 当男生痛快地答应了说 我可以不AA制的时候 我觉得完了 当女生反过来紧跟着 就提了一个问题 那我可以继续我的陪玩 我的工作吗 我就彻底完了 两个人通过这样的事态 已经答案很明显了 彼此根本就不相爱 如果你是一个 很算计节俭的人 你压根不会这么痛快地说 我答应 那请问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你做出这样 斤斤计较算计的事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不想被他赚了便宜 为什么打一个车 下车之后 不是相见的温情 而是说 你把车费给我付 为什么一次旅游回来之后 正沉浸在好不容易旅游 我们一起得到的喜悦当中 为什么提到 好 我赶紧把钱算清楚 所以轻易改变的 绝对不是你的性格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是因为觉得他要走了 所以你赶紧就改了 早干嘛去了 而女生很敏锐 在抓到了这个细节 所以马上跟上了一个 你的表现 你突然感觉到你亏了 我为他放弃了 我的那份陪伴工作 我不值啊 所以我要跟进一步说 那好 我们和好可以 但是我要做这个工作 你们已经不纯了 你们即使现在面上和好 也不可能和好如初了 因为你可能憧憬了一份 纯纯的爱 正如他所描述的 但是简单的对话 就体现出你们根本没有爱 所以都在算计了 好好想清楚吧 思考一下苏琴老师说的话 你是在什么状态下 觉得这个男人这么的好 就这样 谢谢曲总 谢谢老师 你这样的孩子就是 从小情感忽视 然后老是被人要求听话呀 懂事呀 然后就慢慢地就养成了 各种取悦性的性格 因为缺少爱嘛 所以但凡感受到一点爱 就变成救命稻草 就狠狠抓住不放 怎么样都好 但我要告诉你件事 就是你取悦一个人 和认同一种价值观 是截然不同的 你现在是很明显在取悦 我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认为给你花钱 是一种爱的表达吗 我认为是 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婚后两个人 是应该存有共同财产吗 我不说全部吧 一定要存有 就一定要存有对吧 你看这两个问题一问 你马上就知道 你和他对于未来财产的 支配的观念完全不同 只是你在取悦他而已 就是你们两个人在说 A制 你们真的知道 A制保障什么 A制根本不是 跟独立的爱情没关系 你知道吗 A制是保障个人财产 他就是想保障自己的 个人财产 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真的是 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千万不要因为 有人输出了一些爱给你 然后你就抓住那个东西 说你其他的所有的缺点 我都可以接受 那是用一时的欢愉 来换取长久的痛 我们一直说 三观不合是最大的问题 其他就生活习惯和三观不合 问题很大的 一时的欢愉 有人能跟你聊天 有人愿意陪你 你能找到姑娘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见两位 想一想 我跟你说两句 因为你确实没问题 我觉得节俭是个好事情 但是我们中国式的情感和婚姻里面 其实是一种粘稠的关系 是让人感觉到温暖的关系 我们是讲究温暖的 讲究温度的 讲究情感的 所以在这种时候 就把这个钱 这个东西看得太紧了 有的时候确实会让人生出 很不舒服的感觉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照顾到 对方的情绪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你可以对钱 有这样的观念 尽可能找到真心和你 一模一样的那个人 就是乳之蜜糖之皮霜 你要找到一个 跟你一样共同认为 那是蜜糖的那个人 而这个姑娘真心的 她只是在取悦而已 你们两个人再想想吧 好吧 谢谢吴晴老师 你们说姑娘说了半天 我就不说了啊 我说你好不好 好 我有一个同事 结婚就小二十年了 孩子也不小了 单位这个女同事就讲 她回家拿那个透明胶条 知道吗 沾了一个她自己的箱子 她老公回来说 谁谁谁 你用了我的胶条了吧 奇不奇葩 然后家里面人一起出去玩 这个男性很周到啊 她带了黄莲素 结果呢 那天她的岳父 确实就有点闹肚子 去他们的房间 拿了一片黄莲素 还是几片黄莲素吃 吃完之后 晚上这哥们回来 第一件事是说 到底谁吃了我的黄莲素 再往下听 邻居特别愿意 跟这一家人出去玩 为什么 账都由她老公来管 这个老公AA 可以把她AA到分 所以每个邻居都很开心 就谁家不占便宜 都分别到分 就是我这个同事一边 在这么叙叙叨叨 说她老公的这种行为的时候 同时她满眼都是那种 欣赏和认同 她把她归结为什么了呢 她说你看我们家老刘欣 多细 她赞赏 但是听她媳妇讲完 我们都挺崩溃的 可人家两口子过得特好 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 找一个认同你的人 只要她认同了 你所有的缺点 外人看的缺点 它都是优点 女生也是一样的 我们真要选择彼此信任 彼此尊重 如果不能够认同 早走早好 一起进入 真情这个程度 我觉得在生活中能遇到 就是像她这种 不是那么特别物质 然后没有要求我买包买香水 买衣服的这种女生 确实是少 然后我一个人在长沙 也没什么异性朋友 我觉得她的出现 也给我带来的许多快乐 所以我就想 还是想和她在一起 可能有些事情 确实是你从小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 我应该学着认同你 我再考虑一下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这俩人是挺像的 我知道他们俩为什么在一起了 就你们说的是什么 其实与我无关 我只按我的想法来 就是我始终活在我的一个运算的法则当中 那他们来我们这干嘛呢 哎呀我倒是迷惑了 你看看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咱们看开门 去去去去去 这个恋爱想谈就谈啊 结婚之前 要是发生了那一幕 他发现你爸偷吃了他的黄莲素 你只要还能认同就行 好吗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 他们会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于AP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老师 进入到精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走进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他结婚十三年 钱呢 我自己挣 孩子 我自己养 人际关系也是我自己在打理 他虽然为人老实 可是没有任何担当 我三十出头 却自己分床 睡三年了 我很累 我不知道该怎么 你的潜台词是 要这个男人有何用 对吧 所以你已经看不起这个男人了 你们不如就散了吧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